我们先看第一题,它讲Mateable 1 shows the coordinates of 3 points,K,L,M 它给你K,L,M每一个point的那一个coordinates是多少 然后A就跟你讲arrange the straight lines,它要你去排列这个straight line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它不会直接跟你讲叫你calculate the distance,因为它要考你懂不懂distance什么意思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extending order,就是讲的顺序小到大 所以怎样讲according to the length,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其实你要用的是distance的那个formula 它要考你会不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它要K,L的嘛 一条线是两个point组成的嘛,所以首先有你的K,K是这个 然后L是这个嘛,你要算你的那个distance,你要知道等下你一定会有两个座标的 两个coordinates,X1,X2,Y2这样嘛,所以你先例数来先 例如现在这个K的对你来讲,这个是我们的X1跟Y1 然后等下你的L是你的X2和Y2嘛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做了,首先你要知道你用distance formula是怎样算的 distance formula有一个square root 我写出来有点难看啊,Square root,然后你会有你的X2,减掉你的X1 然后Square,加上Y2-Y1 Square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问我,老师不对,我看那个 参考书他是把Y的放前面,没有差的跟你讲,1加2跟2加1是一样的东西 的嘛,OK,其实没有问题的,OK,总之重点是你一定要 2-1就对了,OK,就是要那个旧的,那个旧的要被那个新的减掉了,就是你拿新的减旧的 OK,所以我们现在看下X2-X1先,X2是-2嘛,OK,所以就是想等于我们的Square root Square root,Square root,然后你的X2-X1就是-2 OK,然后减掉你的-1 减掉-1 OK,现在有点难写的东西,给我一点时间啊 OK,然后整个东西你要square 然后再加上Y2-Y1,Y2是1,Y1是8嘛,所以 你的1减掉你的8,然后又来Square root OK,这样子有东西咯,不过你就跟着一个一个算吧,你先算你的negative2-negative1,你就算到是positive,你有positive了,你算negative1嘛,negative1 Square就会变成1,所以Square root 1加上,OK,1减8,negative7,negative7,Square,你会拿到49 所以是Square root,1加49 OK,过后就可以直接讲,OK,等于50嘛,Square root 50 OK,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按你的计算机咯,我还没有算呢,就是你们也是个人算一下,Square root 50是多少,OK,所以照按一下你的Square root 50,你会拿到7.07 OK,所以这个的话就等于7.07 OK,代表的K跟L的G是7.07,你就先做个记录先,7.07 你做了这个你暂时还没有答案的,因为你还没有做到比较,你不懂它,这个7.07是属于大的还是小的还是中等,你不知道,你要每个算完它先 OK,所以现在KL的你算完了,等下你就算到KM的,KM的我就把它移过来 OK,这样子,这个时候M当我的那个X2跟Y2了 OK,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OK,然后跟着做咯,你的X2-X1就是我们的4-negative1 OK,你就这样Square root,然后你的4-negative1咯,X2-X1 OK,然后到Y2-Y1,negative2-8 OK,negative2 negative2,人家 negative2,减掉8 然后Square OK,所以4-negative1,就变成你的5 5Square,25 25,然后再加上 OK,我们看一下加上去这个什么 OK,negative2 OK,negative5, negative10 negative10Square OK,你就拿到你的100 OK,代表这现在你是要Square root 125 Square root 125 算一下你的Square root 125 11.18 OK,你算到11.18 OK,代表这间K跟M的距离是11.18 OK,一样的你还是不能做决定 OK,因为你不懂LM是属于哪里一个 就是它到底是长还是短 也不知道 所以再算了一个LM的 OK,那么你要算LM的话呢 K就没有用到 你就把L当你的X1 Y1 M当你的X2 跟Y2 你要看的是L跟M 要看清楚了 因为有一些人会一下子看错字母整个题目错完了 OK,你错一个会影响其他东西的 OK,所以过后跟回这一个Formula去做 X2-X1 也就是4-2 4-2 然后Square 然后加上 OK,过后到你的Y2-Y1 也就是-2-1 -2-1 然后Square OK,过后照样Solve就好了 OK,照样去Solve就好了 OK,所以4-2就是4加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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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8 7 7 8 7 然后加上你的 不小心给我按乱了的东西 X2-X1-4-negative2 等下等下 4-negative2 自己手牙按错东西 然后Y2-Y1 negative2-1 OK所以是4 减掉negative2就是6 6636 所以square root square root36 加上negative2-1就是negative3 然后 negative3square 就会拿到你的9 所以是square root45 square root45 所以就会等于一样照案 square root45 你会拿到6.71 6.71 或者是有些人讲6.708 都可以了一样的 OK 现在let's save 6.71 OK6.71 6.71 6.71 OK你就知道了 LM距离是6.71 然后过后你就跟着排吧 从小排到大的 OK 所以最小的是我们的LM 最小的 最短 距离最短的LM 然后第2个 KL 然后最长的KM OK 就这样一个东西了 这种题目在考试 出来的可能性 其实 又就如果老师真的出这种题目了 他一直是有点害你 因为他 要做很多东西 三分的题目你要做三个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OK OK有可能会有点吃时间了 OK It's OK你至少做不了 那个formula是一样的 OK 来到接下去的 OK接下去这个蛮简单的 B的 他这里plot the point M on the Cartesian plan in the answer space OK point M是哪里 point M 你看他要的point M是哪里 OK point M 4个negative plot出来啦 4个negative 要学会看啊 一开始那个是x吗 4在这边 4在这个地方啊 你就看下去了 到negative 2 代表着 等下你要画的东西是在这里的 4跟negative 2 画这个点 你自己画个打差啦 我这边打差很难的话 我就选起来 给你们自己画个打差 就OK了 然后你要分享一分 简单的东西 OK 接下去我们到第2题下面这个 这个 来 我们讲的 Diagram 2 shows 3 functions 所以还有三个functions你可以看到了他有给你一些他的formula 他跟你讲 Choose the correct function from From Diagram 2 From the graph In the answer space And write your answer 所以这个你要学会去分下 就是你只是看这个formula 看这个function罢了 你要去知道他是长什么形状 OK 所以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 U字形的 记得一个东西 有U字形的 跟一个是 N字形的 OK 然后通常呢 很多老师就跟你讲的 OK 这一个 U字形的是笑脸 你看他画一个笑脸 然后另外一个 是一个酷脸 所以 如果是for笑脸的话 他是 他是positive 他是positive 然后如果是酷脸的话 是negative 可以现在他是笑脸吗 所以他是positive 那positive是什么 中间这个 为什么我不拿后面那个 因为后面那个 他 不可能是这个形状的 OK 如果是笑脸和酷脸 他一定是square的 x square 或者是你马来文在 x 刮事如何 他应该刮事如何的 看他是positive 还是negative 如果现在是x square 加x-2 positive 这边 这一个号码 你要看到positive 前面这个 positive positivex OK 如果他是negative x square 如果是这样子 那么他出来形状就会是右边这个酷脸的 这样子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OK 所以这个东西 第2的你就写下去 是这一个来的 这一个跟他写下去 OK OK 所以y 等于x 你们自己写成square x square 加x 减2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倒v是那个square的啦 square x square OK 然后这样子到左边这个呢 这个好像一个那个手样子的就是你想一个人的手一个摆上一个摆下 这样子 这个的话记得是cube的 OK 这一个的cube的 cube的他就有三种 地方的 一开始是向上 慢慢向下 过到最后来去到 另一端的那个下面那样几个东西 你要搞清楚他的形状这个 OK 就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是y等于negative x cube 减3 这样一个东西 OK那些graph的形状你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你的那些 notes里面是有完了的啦 OK 看清楚每一个形状 还有一些是一条纸线那样子的 OK 可以去看看一下那个 OK 过到下面这个 OK 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or false Circle your answer 这个 很简单不了 OK所以这个 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一样的 来每个先答应过来一下 第1跟第2 很简单不了 他给了你一些句子 他问你他的句子是对的 还是错的而已 OK所以你们就看看一下 然后给我答应一下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到第1题是 True 还是False 你就写了 就跟着写了 OK 3分钟时间来 OK So第1个的 Time等于distance speed 又是同样的东西啦 可以搞清楚那个formular Speed 等于distance 除于 你的time 也是一样的写一个formular出来就好 然后你要算time吗 你要算time就跟你的speed 换位置 OK 所以你的time 等于distance 就是除以你的speed 除以speed 不是乘以speed 所以第1个是错的 第1个force OK 然后第2 Deceleration is a reduction in speed over time OK Deceleration 是什么我们讲的那个 怎样讲啊 他 话语字叫什么 一个是 加速 这个是减速啊 减速 减速就是reduction in speed 在他的那个速度方面一直在下降 Reduction 你看不懂Reduction 其实这个是对的 可以就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东西 OK 来到下一个 这个我不会 我不会直接讲了 刚才上面那些是因为他只是一题两题 一题两题 我就直接概证你们做 到现在把他根据的这个数字考试比较常看到的那个问题 来这个 try看一下 不多啦 就先做 A的 A 第1题的A跟B的E 就是你现在screen看到的那些东西 先做好 一样的5分钟的时间 可以来做好 然后做了一样可以先打印过来 OK那些 那些 以前讲话我就不讲了 你错了 你错了我也不会怎样的 OK 真的是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可是都没有什么进步 可以来做好 OK OK很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忘记录到那个B的那个 E的那个题目 所以我还是要 大概大概讲一讲到底我刚才讲了什么东西 OK for那些 之后要看回video的学生 OK 他叫我们找那一个 上面这个 我们从上面这个讲起 OK不好意思啊 我讲了一次 上面这个已经跟你讲了 Travel 4km 4km 就是他的距离 然后3 minutes 是时间吗 你就先list出来先 OK 然后他现在要你算的是他的速度 OK 但是他的那个单位是km per hour OK小时和这个 那个km那个东西 所以你先把你的那个时间换掉先 你的3 minutes 你要知道三分钟是多少个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吗 我们的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是 60分钟吗 所以当你要把 分钟换一小时的时候 除60 3除以60 OK你就会拿到0.05 也就是讲的三分钟等于0.05个小时 OK 过后就照你平常样子做不了 你的speed等于distance 除time 就拿你的4km 除0.05 去拿到80km per hour的 那个是for air的题目 OK 然后be的这个 还要你算distance吗 就跟我们上面 做的题目一样 就是该塞上面的那个 可以算这个 kl km 用回这个formula做不了 OK 所以你就会 变成这样子 square root先 然后 你的那个 x2 x2 你的y2-y1 negative2 减掉你的 时间 然后square OK y的找完了吗 再找x 加上 加 因为你要把两个具体加起来 加上 OK x2 减掉你的x1 所以3 是你的x2 x2减掉你的x1 OK 也就是negative 然后再square 然后跟着做做做做做到最后你就会拿到一个 13unit 这样子一个东西 OK 然后before我们去下一题之前 OK我们先 关掉时间 然后你们重新进过来 现在时间是在1分钟不到 然后我们等下回来再继续第2题 OK先关掉现在